华联市长为家宴16号前往华联县老人会 关切老人会希望在旧馆的顶楼加盖浙宇棚 以及会广后方开辟户外运动空间 他表示加盖浙宇棚涉及建筑法规 将以规定办理 至于户外空间运动需求 将会在取得华联县政府的同意后 协助争取经费来施作 华联县老人会干部表示 老人会自从新建新馆之后 户外活动空间减少了 会员希望可以在旧馆顶楼加盖浙宇棚 当作是风雨教室来使用 而在旧馆的后方有一处麒麟空间 会员也希望可以把这里重新规划 作为户外的活动空间 让会员可以打太极拳或者是跳土风舞 太极拳运动可以有场地比较适合的地方 不然我们人没有办法 超过10个就挤来挤去了 没有办法 室内空间很小 而且现在我们本来在三楼 三楼现在县政府就是在使用 我们就没有办法没有空间了 碰到好天气我们还勉强到体育馆前面去 还可以 下雨天的话就没走 对于老人会的需求 市长魏嘉燕非常重视 他表示在符合法规的规范之下 会尽力来协助争取经费办理 今天来到花莲县老人会来聆听一下我们老大人的需求 那其实在我们花莲县老人会这边 我们有太极拳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运动的一些会员 那他们有在跟嘉燕反映说空间比较不足 那有空间的地方又没有遮雨 那目前就是先来看 那但是嘉燕也希望说要依法规定来做事做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也希望说再改其他的地方来做运动的一个休闲的空间 那我们现在选了几个地方 那看看能不能来做一些遮封闭的一些设施 施工所建设客表示 这两项改建需求都需考量建筑法规 还有土地所属机关的同意 也建议花莲县老人会 新闻给县政府征询同意施做之后 施工所会协助来争取经费办理 解律会欢事报道